怎麼辦 你是不是可以開放一個使用者端自動回報成語的這種機制 那它也可以怎麼樣 當然你有不審核的話 直接就排在最後面一個 如果你有審核的話 你就額外再加上一個TAP 它加了晶之後 你覺得OK 你再把它拉到實體的下方 有沒有 就是那個成語的下方 不是有OK的嗎 它的機制的話 我想最主要 將來會需要用到的大概就是查詢跟新增 所以你只要把查詢跟新增RUN熟 大概應該也就夠了 那至於就是買Seqo怎麼樣把資料傳上去 其實就是轉成Excel就可以傳上去 所以其實還蠻快的 那再來要改哪些地方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OK 那首先的話 各位大概在那個什麼 就是買Seqo裡面RUN一下Seqo語法 比如說你這邊可以輸入一些關鍵字 然後讓它執行 再來就是接下來第二個 我們如果說要載到我們的Dreamweaver裡面 那我的做法是這樣 我是把那個什麼 乾脆直接把我們上個禮拜做完的這個PHP202 直接複製貼上 直接來改比較快 因為我已經做好一個了嘛 那我只是說拿另外一個當飯本 但是我又不希望舊的不見 所以我就貼上之後 把它改成PHP202底線 這個成語的英文名稱 Provert 這個地方的話 再把它加上去 那我就修改什麼 一二三 逐個修改 就做完了 其實也不需要改什麼地方 我剛剛隨便改一下 它很快就做出來了 主要哪些地方要修改 我想第一個應該沒問題吧 貼上去 這個地方不太 你不需要去care到MySQL部分 因為它只是一個介面 所以第一頁是介面 那第一頁需要改什麼 你就把第一頁貼上之後改 那其實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這個 成語查詢標題 還有這個 清單值 如果是成語的話 那我就對應它的什麼 值就是它的 什麼藍位名稱 所以這個值的部分的話 請你是應用什麼 它的那個 藍位名稱 英文的藍位名稱 不過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我不確定 因為以前 只要想到就是說 藍位名稱用中文的 就感覺怕怕的 不過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把它改成中文 會不會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乾脆這個值有沒有 改一樣就好了嘛 這樣的話一勞永逸 不過才沒事 不太確定 你們可以試試看 因為這個都很花時間 隨便你動一下什麼東西 就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有時間的話看看 如果中文如果全套都可以的話 那你再回報一下 全部都改中文 沒有問題 那以後的話全部都改中文 就好了 像以前 寫那個VBA的時候 一定要用英文的 可是現在我發現 我那個 程序名稱也許中文的 然後什麼都給它用中文 變數名稱也用中文的 也都沒有發生過問題啊 所以後來上課 我就乾脆用中文就好了 這樣也輕鬆嘛 我輕鬆 因為我每次還要再來翻譯 像成語 你還要再去想說 翻譯 成語的翻譯怎麼翻譯 你總不能翻譯一個word 這樣好像太low了 所以我還要去查一下 那個Google翻譯裡面 就打成語 因為成語就是 那個 某一個對應字 而且還怕拼錯字 有些同學 常常那個英文不是很好 很少用 像exprime 在這打錯一個字 結果就錯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蠻麻煩的 如果全部都中文可以的話 全部都打中文好了 我覺得應該也沒有問題 因為unicode 中英文是夾雜的 它沒有什麼 low by high by 以前是有 那個 英文占一個by側 中文占兩個by側 然後呢會有充碼問題 那現在unicode不管 反正中文一個by 中文兩個by側 英文也兩個by側 那如果未來unicode 8之後 unicode16 一律四個by側 反正你怎麼放 可以放更多的字 OK好 那修改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 第一個介面改完了 那其他還有什麼地方改 沒什麼改 反正就是這個表單有沒有 這個表單 所以你點這個表單 一樣是丟給什麼 丟給我們的PHP 2去做接的問 接 所以這個表單 將來會丟幾個參數過來 1這個參數 2這個參數 對不對 所以有點像你丟我接 那之前有同 剛剛好像有同學問說 那這兩個是不是一定要放一起 基本上一定都是你丟我接的關係 不太可能說我今天我表單在這裡 那我接收的是在另外一個網站 這樣好像沒辦法 兩邊好像沒辦法接喔 一邊好像沒辦法接喔